阿普利亚R460车友了 仪表不会玩 没事 我教你们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车把出的按键 在左车把最上面是巡航定速 前面是超车灯 这个区域是用来调节整个仪表信息的 这个是双闪 这个是喇叭 右车把就两个按键 一个是点火开关 下面这个非常的重要是调节你的模式和一些电空信息的 好 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仪表的开机画面 我们先来简单介绍这个仪表盘上的内容 左上角这个是水温 中间这个是模式 这个是油量 转速 时速 档位 下面这个区域实验基础信息 我们的总里程 包括分别的AB里程 这个地方可能是更多的是给大家玩人车互联的 在咱们大陆现在是使不了的 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快排的保护 好 我们现在来聊一聊它菜单栏里的东西 菜单栏在我们的车把刚才这几个箭头的 最右边这个箭头长按就进入到菜单了 第一个进来之后是模式 它的模式分两个大类 一个是现在的街道模式 还有一个赛道模式 就是Rate模式 下面的这一个是一个转速保护 就是我们如果想提示换挡 把它的转速卡在任意一个转速区间就可以 你想卡在多少都行 让它来爆灯提示你该换挡了 AQS就是快排 但它快排的关闭只能关闭它的降挡快排 就把它切换成单向快排 再往下这个地方是较准 这个一般用不太畅 最后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警示灯 如果当你做重刹 连续重刹的状态下的话 它会有一个类似双闪的爆灯 好 现在我们返回到刚才这个界面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点进来之后 这个是背光 如果我们把它开到了下面的auto的话 就自动感光了 你如果是黑天就变成黑的 如果是白天就是白的 这个很好理解 再往下第三个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单位和基础信息 包括时间的单位 包括像一些速度的单位 这个咱们基本上都是用公里 包括是摄氏度 一般不会调节 最后这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 保养环节 前面两个就是来改变一下你们密码 这个也不是很常见 基本上用不太到 好 我们现在来退回主页面 在主页面最上面这个地方 是小模式 当下就是道路 我们切换怎么切 在右车把下面是有一个小按钮 我们短按就行了 这个是我们一个偏激进的价值风格 然后这个是自定义 可以按照自己的风格 来调节它的电控数值 怎么调节 还是在右车把下面的小按钮 我们长按 好 进来之后 上面两个是预设的模式 下面是自定义模式 调节这个自定义的右车把 这几个箭头来调节 第一个AM是我们的输出动态 输出功率 我们的AEB是发动机的制动能力 TC 毋庸置疑就是我们的TC功能了 AWC是防翘头的功能 ABS就是我们常见的刹车辅助系统了 为什么大家好奇 它都是以A开头的 是因为不同的品牌 都以自己的品牌来命名它的电控数值 像杜哈迪很多像什么就是DWKDTC了 好 我们现在再回到我们的菜单栏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赛道模式 我们把它调成了赛道模式之后 再回到我们的主界面 和变成了一个很竞技的状态 变身了 我们中间的区域就变成了圈速显示 这个圈速显示 就基本在跑赛道的时候可能才会用了 没错 上面还是会有两个模式 一个是challenge模式 叫挑战模式 另外一个模式是一个即时模式 同样还是圆里长按住进去之后 会看到这两个的一个细节调节 但是这个细节调节 也只能调下面的这一栏 基本上也是按照自己的一个赛道中的 驾驶习惯 对于电控数值会有一个匹配 在我们赛道的界面中 左下这有一个ATC的数值 我们通过循环定速 可以往上拨 往下拨 也来快捷调节这个数值 刚才有一个网说了 在我们屏幕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长得很奇怪的标志 这是测制 大家看到它比较慌 你把车能冲上去就好了 对于这辆车的一个仪表 简单的一个操作介绍 咱们就介绍完了 还想看什么车的 评论区告诉我